自古以来人红是非多 关于梅西出轨的消息 一直闹得沸沸扬扬 梅西的点滴生活都被无限地放大 最近啊梅西婚姻危机的谣言 在各大媒体传播 为什么我直接把它定性为谣言 因为这样的事情 估计连造谣的那个媒体 自己都不会相信 有些媒体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无聊 去找出这些名人及其家人的瑕疵 造谣的源头是巴西媒体 起因也很简单 因为上一轮南美式预赛中 阿根廷在马拉卡纳球场战胜了巴西 由于赛前巴西安保人员 暴力队的阿根廷球迷 所以梅西并没有给巴西什么好脸色 而巴西媒体造谣的依据也很扯淡 就是两张照片 看图说话 一张是梅西和女记者马丁内斯的合影 巴西媒体的说法是梅西一反常态 这次和马丁内斯的合影 露出了暧昧的微笑 梅西在拿到第八座金球奖时候 和场边采访她的女记者马丁内斯 进行了一个互动 当时梅西非常开心地笑出来 而且和马丁内斯开了玩笑 说了一些话题 而梅西的这一个行为 加上马丁内斯美女记者的身份 就成为了外界报道的梅西出轨闹剧 另外一张便是梅西和安东内拉同框的照片 巴西媒体的说法是梅西获得第八座金球奖时 没有第一时间和安东内拉亲吻 并表示梅西和安东内拉已经分房睡了 这样的谣言经媒体发布后 梅西和以往面对谣言时的态度一样 置之不理 有球迷昨天还拍到了 梅西全家在迪士尼游玩的照片 照片中梅西一家有说有笑 丝毫不受谣言的影响 而那位女记者马丁内斯 则是做出了简单的回应 表示梅西对所有的记者都很好 她总是微笑地回答我们的问题 而某些人造谣我和梅西的原因 也很简单 因为我是女性 而随着事情愈言愈烈 当时女记者马丁内斯也出面 对这个事情进行了发声 马丁内斯谈道 我和梅西之间只是一种良好的互动 梅西和很多记者都会有这样的好关系 她会微笑地对待我们 因为记者也都喜欢梅西 她和我们媒体之间保持非常好的关系 唯一不同的是 因为我是女性 所以你们就猜测到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我和梅西妻子安东内拉的关系并不差 我想所有阿根廷人一样都佩服她 我如果有机会会找到她谈谈的 实际上我和安东内拉之间 是有着一种难以置信的好关系 这次当事人马丁内斯出面解释 也算是为梅西解围了 毕竟关于梅西离婚的事情 还是闹得相当大 梅西和安东内拉的故事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九岁时 阿根廷的穷小子爱上了白富美 穷小子十三岁时远走西班牙 艰苦奋斗 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取得成功 而当初的穷小子回到阿根廷 迎娶了白富美 关于梅西和安东内拉的爱情故事 随处细节可见 梅西夺得每周杯时 安东内拉不在先 梅西第一时间和安东内拉通电话 分享快乐 夺得世界杯时 梅西抱着安东内拉 长时间溺外在一起 仿佛身边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 梅西夺得金球奖 目光都在台下的安东内拉身上 一直在领奖台上招呼安东内拉上台 关于梅西和安东内拉的美好瞬间 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多了 当造谣的手开始伸向梅西婚姻的时候 那是因为实在是找不到梅西的黑点了 当你还在怀疑是否还有真爱的时候 不妨看看梅西这无比浪漫的爱情故事 梅西曾说过 自己这一生最大的成就 就是娶了妻子安东内拉 哪怕自己获得七次金球奖 乃至好取大力神杯 这些外人看起来无比辉煌的成就 都抵不过他对妻子的爱 两人的初始是在1993年的夏天 彼时的梅西六岁 而安东内拉五岁 两人年纪相仿 很快成了玩伴 每当安东内拉去卢卡斯家做客 梅西总会找各种理由和安东内拉接触 九岁的梅西意识到 自己喜欢上了这个女孩 1997年 十岁的梅西被诊断出生长激素缺乏症 为了支付梅西高昂的治疗费用 2000年梅西跟随父亲前往巴塞罗那俱乐部视讯 而梅西一直和安东内拉保持联系 在梅西12岁的时候给安东内拉写情书 情书的结尾梅西写到未来有一天 你会成为我的女人 2005年安东内拉最好的朋友因车祸离世 梅西得之后 第一时间从西班牙飞回阿根廷 陪伴安东内拉 帮助他度过心情之暗的时刻 或许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 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最终坠入爱河 梅西在巴萨继续着足球事业 安东内拉留在阿根廷继续深造 至此两人进入了两地相似的恋情中 2009年梅西被媒体传出绯闻 梅西在接受采访时公开了恋情 我有一个女朋友 她在阿根廷 我从5岁就认识她了 2010年梅西在南非世界背上失利 一时间成为球迷口诛笔伐的对象 安东内拉毅然决然地搬到西班牙 陪伴梅西度过最难偶的时刻 2012年梅西进球后将球塞进球衣 以此宣布安东内拉怀孕的消息 安东内拉生下来大儿子蒂亚哥梅西 在生老二马特奥梅西的时候 梅西依旧将球塞进球衣 2017年梅西和安东内拉在家乡晚婚 两人迎来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 2018年安东内拉为梅西 生下了三儿子西罗梅西 正式组成了五口 安东内拉不喜欢足球 但总能无时无刻陪伴梅西 而梅西也能在出席任何活动时 把妻子安东内拉带在身边 向全世界宣布他们这关系 当看到自己老婆被一圈人排挤后 纵使好脾气的梅西也忍不住了 2021年梅西跟妻子安东内拉 参加金球奖颁奖典礼 但是在准备合影时 主办方突然指了指安东内拉 让她离开现场 对方揭开安东内拉的理由 或许是觉得现场人太多 而安东内拉又是跟足球无关 但是梅西在看到妻子离开后 立刻换了一副严肃的表情 让她回来 当时主办方还有个抬手的动作 似乎是不让安东内拉回来 可是看了一眼 旁边还怒气冲冲的梅西 她瞬间不说话了 而梅西则在老婆回到身边后 立刻又恢复了那副欢快的表情 也许颁奖典礼有各种各样的规则 但梅西的规则永远只有一个 那就是不能让老婆受委屈 很多次比赛中 梅西都会面临女粉要她合照的情况 但面对这些女粉 她的态度只有一个 那就是合影合影 但拒绝身体接触 曾经有个女粉为了抱梅西一下 直接穿过保安的重重封锁 来到她面前 但梅西看到对方张开双臂的姿势 却吓得后退了半步 即便这名女粉很快被保安带走 但她似乎还是心有余悸 而被拖的未婚妻 有次也想跟梅西合影 可梅西跟她站在一起时 一只手来来回会 好几次想搭肩膀 但都被自己的难得给压制回去了 还有那次著名的黄金矿工合影 对方是一名穿着性感的女模特 为了珍惜这次跟梅西合影的机会 摆进各种pose 可梅西却一动不动 微笑僵硬的如同雕塑 可是如果是男粉要求合照 即便对方是五大三粗的裸汉 她也不会拒绝合照或签名的请求 之所以这样区别对方 是因为她不想让家里的老婆吃醋 当梅西每周被夺冠后 梅西第一时间给妻子打电话 和她分享着喜悦 妻子则是在她回国后 第一时间奔向她的怀抱 并在梅西怀里掩面哭泣 在梅西告别巴萨的发布会上 梅西还未开口就泪流满面 安东内拉第一时间给梅西递上纸巾 保留她最后的体面 世界悲伤 梅西得到了她一直追求的荣耀 但她却一直在寻找着安东内拉的身影 两人紧紧贴在一起 久久不愿分开 迈阿密夺冠后 安东内拉看向梅西的眼神 着实让人羡慕 自幼相识 几十年如一日 这就是爱情最该有的模样 当成龙犯错后 把全天下的男人都脱下水时 也不相信梅球王会出轨 这就是被爱滋养的女人 才会有如此表情 安东内拉深情的凝望梅西的眼神 这一刹那是最幸福的时刻 一个男人最牛的地方 不是一年赚十几个亿和几座金球奖 而是九岁喜欢的女孩 三十六岁依然还陪在身旁 这些梅西都做到了 球王的人品就像他的球技一样出色 梅西不仅把足球踢成了艺术 还将爱情演绎成了童话 梅西既谦虚低调 又追求节制 因此我相信有99%的人都会喜欢梅西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是老人还是小孩 都不同程度地喜欢梅西 崇拜梅西 毫无疑问 从这些球星启蒙培养到今天的成功 不知道要付出多少家庭成本和社会成本的 梅西拥有开阔的视野 超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思路清晰 顶级的进攻组织能力 竟如厨子 动如脱兔 而人品更是无人能敌 他们的爱情没有苟且的分分合合 没有名不副实的流言蜚语 从开始到现在 干净而专一 梅西和安东内拉的爱情 是现实世界中的童话故事 在出轨泛滥离婚成灾的年代 侄子之手 欲子偕老的爱情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远 但梅西和妻子安东内拉是个例外 八座金球奖得主 足谈历史上最优秀的球星之一 无数荣耀加冕的梅西 和自己的初恋从相识相恋到足见家庭 二十多年恩爱至今 他拉着安东内拉的手去度假去游玩 让所有的人知道他们的爱情肩不可摧 四郎来了 说出你的故事 每天都有新的知识 等着您去发现 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 订阅关注我 从此您将不再孤单 我将陪伴您走过每一个日日夜 加油陌生人 加油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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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